今天想来给大家聊一下波罗的海三国 就是拉脱维亚、立陶宛、埃莎尼亚 这三个国家的移民政策 其实这三个国家的移民政策 相对于以前我们讲的什么 投资马尔他的国债 希腊的买房移民 还有西班牙的这些非营利居留 这些来说 他的移民政策是没有什么优势的 总体来讲 他在欧洲的移民政策来说 没有太多优势 所以我就说我再讲个漫谈 就是跟大家聊一下 本来也是不讲来说 但是后来我仔细一想 虽然他们这个政策不是很好 但是呢 对于想真正来欧洲啊 或者说想移民来欧洲的人来说 不管你们应该是会希望 就是了解得更全面吧 整个欧洲来讲 否则你们会想着 这个马尔他的这个25万的国债 那既然这个 这个欧盟有27个成员国 然后深耕有26个国家 我会选择 那我如果我选择那些穷一点 相对在这些成员国中 选择穷一点的国家 比不上这个马尔他的 那会不会十几万的国债 或者五万的国债 我就可以拿到这个拘留的 我拿到这个拘留 既然他们都属于深耕国 或者是欧盟成员国 我是不是就有了这边一个身份自由的畅游呢 是吧 可能会大家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呢今天虽然他们不是很好 移民政策不是很好 我也是建议这个原因 希望让大家了解的更加全面 所以我想来跟大家 还是来聊一下这三个国家 让大家对这整个欧洲的这个移民概况 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吧 就是做培证也好吧 就是你们做一个选择 可能可能选择马尔他或者是希腊或者是西班牙之非营运居留 你们做一个选择的时候 你们可能会希望 希望有一些陪衬至少是有发现一些不好的 然后做一个啊选择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安心 是不是 所以所以吧 我希望能希望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啊 这样一个目的吧 就反正就是给大家来说一说 确实确实呢 以前就是在拉脱维亚2016年之前呢 你要在拉脱维亚买房7万欧左右 你就能获得他的居留 因为拉脱维亚又属于欧姆成员国 又属于申根国 所以你在如果赶上那个时间 2016年之前你来到这个机会了 你就相当于就花很少的钱 就能获得欧洲这边的一个身份了 但是呢2016年之后呢 他这个政策就改变了 他就改到这个25万欧了 那那如果他要投资25万欧 才能获得居留呢 相对于其他的移民项目来说呢 他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所以这种移民政策吧 我觉得他是一直在变化之中 国家就是看着自己的情况来 可能就就有了 有时候有了 有时候没有是吧 所以他既然他是一直在变化之中 所以更有必要让大家了解的更加全面是吧 好这三个国家 为什么给他一起讲呢 这三个国家 他的关系呢 就是很紧密 首先他从地理位置来讲 他是三个相邻的国家 都在波罗的海旁边 然后他们干什么事呢 都喜欢在一起 例如 他们以前就是一起 是这个苏联的呀 苏联的一些成员国是吧 后来呢又一起 什么 在1989年的时候要脱离这个苏联的这个控制 还有要独立出来 然后他们还一起有一个很著名的事件 就叫波罗的海之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就是他有两百万人手拉手 然后啊手拉手 然后一共有形成了一个六百六百公里的那么长的一条线 就是一条路就是很有意思啊 就是因为当时整个三个国家加起来一共的七百万人 然后有两百万人参加了这个活动 然后就很出名 叫波罗的海之路 然后当然他们后来又一起 又一起独立了 然后 1990年91年这个时间的时候 他们又一起独立了 独立了之后又 又加入了北约啊 还有这个欧盟成员国啊 深耕国啊 就是都在一起 做这个三个 而且他们国家面积呢 也差不多 阿萨利亚稍微稍小一点 这里呢 在文基百科上 有一些数字 就是专门也是有波罗的海三国 他们就专门的就 啊 做了一个比较啊 例如独立日啊 例如政治制度啊 还有什么啊 这个人均国民总值啊 或者面积啊 人口啊 这些他都有一个比较 你们大概就可以看一下 总的来说 在这三个国家中 阿萨利亚是最小的 然后他是最发达的 经济水平最好的一个 但是也差不了多少 例如他的人均 国民人均收入两万美金 他们就是 一万六 一万七左右 拉多维亚稍微要 啊 稍微差一点点 但是大差不差 所以这三个国家 就一起来讲 当然了 从历史来 历史上来讲 他们这个民族 还是不一样的 受的影响也不一样 像拉多维亚呀 啊 拉多维亚 他有一个 讲 拉多维亚吧 拉多维亚有一个 很出名的事情 可能大家都听说了 就是他是 世界上女人比男人多的这个国家之人口这个这个男女比例最不协调的国家之一 世界上这个东西他排名第一就是他的国家的女人特别多 然后男人很少 然后中国就有很多段子说什么哎呀你这边缺缺男人缺的很多什么那种啊 但是这都不符合实际啊 确实拉多维亚他的女人比男人要高8%就是高了很多多了8%多了很多 但是呢这都是因为这个战争就是50岁50岁以上的这些女人嘛 我们是50岁以上的这些女人他的这个比例比较失调因为战争啊这些原因就导致这个男人会少了很多 但是对于30岁以下的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是不这个比例是正常的大家 不要想太多也不要被恶搞得太多 当然他们这个女人确实都是很漂亮啊金发毕业啊身材高调啊这个就不能多说了啊这个这个啊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事 然后立陶宛呢他他呢受波兰的影响很大啊说了他受波兰影响很大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1386年啊 立陶宛这个他的国王啊娶了这个波兰的公主 但是波兰的公主呢他是当时作为这波兰的唯一的继承人你想他都嫁给了立陶宛的这个这个国王了那后来这个作为唯一继承人这个嫁妆都大了把这个波兰都带过来了 所以呢这个波兰就属于了这个立陶宛 然后呢呃但是呢这个立陶宛它是个很小的国家波兰那么大 所以呃这个就是波兰立陶宛王国吧就有两成熙世了两百年之久 但是这个因为这个立陶宛太小了波兰又大所以这个没办法同化啊 你你小的以蛇吞香的这种像我们中国这么大哪个文化的民文化或者什么能能能能能这个能影响我们中国呢是吧都只能是我们去同化别人是吧 那这个也一样就是所以说就波兰倒是影响了这个立陶宛很多 所以啊就是就是说立陶宛呢它受这个波兰影响很大从这个整个历史上来看啊 埃沙尼亚呢它就是和它以前属于过这个呃芬兰这个国家它跟芬兰的关系啊就很近 它中间就隔了一条呃八十公里的这种海峡就是坐船之前坐船过去就是两三个小时三个小时左右就看当时的当时的天气还有快船慢船量 就三个小时左右就能就能到这边所以他们两个很近然后以啊就是它受这个爱就受这个呃分担的影响很大嗯 埃沙尼亚埃沙尼亚是个很很神奇的国家就是它虽然不大就四万多平方公里啊人口又不多 一百个万但是呢它很发达嗯特别发达整个就是电子化应的特别早在他们国家就传说 传说就是嗯除了结婚和离婚这两件事你需要需要需要去两个人需要现场见面之外需要到现场之外 其他所有事你都都不用到现场的电子化特别发达那后面我在讲他的这个啊埃沙尼亚的电子公民的时候我下一期会详细的在讲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他这个这个发达程度 然后再告诉一下这个电子清电子公民的这个情况那这个就不不多说了这三个三个国家呢就是嗯各有各有特色 然后呢他的移民政策来讲呢总的来讲还是还是我上一期给大家说的就是一个通用的移民政策就叫成立公司是吧做生意 那你在整个欧洲来讲你你想到哪个国家基本上这一套是可以用的就是你开通过开公司取得到这些居留粮移民这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欧洲基本上国家都是民主民主都是比较开放的所以呢这个啊是没有问题的这三个国家也一样像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呢他没有自己的这些投资移民取得居留这些方式他主要就是通过做生意 你就可以拉托维亚他当然也有这种啊也是这样子也是也有这种方式你通过开公司但是呢拉托维亚除了开公司之外他还有一些啊自己的移民政策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虽然他这个移民政策对于其他的相对其他的欧洲移民政策来说他不是很少很好但是我给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也啊也知道他不好在什么地方在多对比的时候啊心里面也有一个理是吧那啊接下来 接下来呢我就来给大家啊还有啊就是啊这个做生意为什么我这个开公司这个情况为什么我不给大家啊具体的来说这个事呢因为吧既然在欧整个欧洲来讲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这个做生意来来移民来取得他的居留是吧那我肯定会啊站在你们的角度然后把每把所有的这些政策都比较一下然后啊再比较一下他做生意的这种环境啊办理的流程啊或者取得居留的方式啊然后还有是否是 当地确实适合生活啊那综合的我所有的再比较一下之后再给大家推荐几个在欧洲就是真正的适合啊通过开公司来然后获得居留的这种这种国家是吧那最后我们再讲啊 谢谢